本欄目由中海同心湖静冠名播出 本周省内天气少雨高温相伴多地依旧被清蒸 迎战高温天气 工地施工防暑降温有良测 因地铁施工7月20号至9月30号期间 长春将分四个阶段进行停水排迁作业 快看有没有你家区域 拉着乘客还逆行 不给让行还顶牛 停职 学习 道路就是比较狭载 驾驶员的意思是前面有一个275路是打着创产 打着创产的时候驾驶员就是下意识地以为 人行步道能崩石崽 如此天堵的道 啥时候能修好 尤其下雨天 憋一下水 走道都不方便 岁数大的就容易摘根的差略 这实在是不好 我的第一报道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由中海同心湖境栏目项目冠名播出的第一报道 那大家好 我是一方 大家晚上好 我是亚军 我们来关注天气 最近几天可以说是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热 真的啥 走到哪儿大家讨论的都是太热了 可以说这几天我们省的气温是居高不下 在配合着神出鬼没的这种阵雨 特别的闷热 对 确实挺难受的 据统计上周全省日最高的气温是超过了30摄氏度 22个省市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 其中既然在7月16号最高气温就达到了35.5摄氏度 未来一周能否迎来凉爽一点的天气 咱们来提前了解一下 根据今年5月10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 桑拿天气等级显示 吉林判定桑拿天的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 日平均相对氏度大于等于60% 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三几 显然入福之后我省的增桑拿模式已开启 中部和南部全省最高气温都在30到32度之间 南部地方部分地方可以达到34到36度之间 这种高温闷热少雨的天气预计未来一周仍然持续 未来一周全省虽有降水 但基本以阵性的降水为主 阵雨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清凉 反而会有一种下开水的感觉 19号到21号 在我省中东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的阵雨天气 另外就是24到25号 在我省西部和东南部仍然有一些分散的阵雨 雷阵雨天气 局地的热对流产生一些局地短时强降水 或者是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我们注意预防局地灾害 桑拿天里气温高湿度大 人更容易中暑 而且在闷热的环境下 人体消耗大 睡眠也容易不好 加上开空调吹风扇 很容易导致伤风感冒 提醒大家要多通风 多喝水 多休息 少外出 巧妙应对桑拿天 可以说这进入福天之后 天气确实是越来越温热了 那这样的高温情况 对于工地上的工人来说 确实是一项大考验 那虽然天气比较炎热 但是施工工地 那总会想尽办法 为工人们来带一丝凉意来看看 7月19号下午 记者来到了生态大街上的 一再建工程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 据了解 进入福天之后 为了给工人们提供防暑降温的方法 工地施工方还特地配备了绿豆汤 货香蒸汽水等物品 真的非常热 有领导告诉大家拿个瓶子 来接的绿豆水 据了解 除此之外 在员工食堂的饮食 以及住宿卫生条件方面 都进行了严格的消杀和管理 以防工人在炎热的夏季 出现不良反应 这个工人这个中午休班的时候 他们这个路途 反常的路途 包括这个休息时间 我们做了一些灵活的调整 现在比以中午的正常的一个休息时间 延长了半个小时 这样能保证这个工人 足够的一个休息时间 炎热的夏季 在高温下工作 工人们都是大汗淋漓 有的工人实在穿不住衣服 就甚至脱掉 为了保证安全 也为了帮助工人防暑 他们还特地给工人们 准备了凉爽的新衣服 原来我们的工作服 为了方便施工 是那种能够装工具的马甲 但入服期间 这个马甲太热了 有些工人可能也不太愿意穿 因为他身上穿不住 我们也临时公司这边紧急 购置了一批新的工作服 就像工人穿这种 它是速干的 而且透明性比较好一些 听到说这种特殊的速干衣 确实挺贴心的 因为这个天 我们只要在外面一待 待上几分钟 就浑身都湿透了 速干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也为这样的暖心的工地 点个赞 要说这种高温少雨的天气 怎么避暑呢 有水的地方 肯定就是首选了 这不咱们长春市南湖公园里的 沙滩浴场 就是非常热闹 现在我们记者 小爽的正在现场 马上连线下正在现场的小爽 小爽你好 小爽你好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电视机前的您 现在一定很羡慕小爽 因为我的身后有湖水 那这一时间段 我来到的位置 是我们长春的南湖公园 沙滩浴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太阳还没落山呢 我们沙滩上有五颜六色的帐篷 大家也是在这里避暑乘凉 那么可以看到 小朋友们在这里更是开心了 那么堆城堡呀 这个磁水枪呀 或者细水呀 都是在我们这个沙滩上 不错的选择哈 那么其实从入浮开始呢 我们长春就过了22度的夏天了 持续一周呢 都是30多度的高温 此时段 室外的体感温度呢 大概也在30度左右哈 还是挺热的 但是在湖边呢 还是记者 还是能感觉到 这个阵阵的凉风啊 如果不是说 我穿着运动鞋 一定会到水里面 去感受一下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 我身旁这个市民哈 问一下先生 我看您在这坐着挺长时间了 咱们是全家人来玩是吧 全家 对 咱们几个人来的 我们八个 那是咱们长春的这个南湖 还是挺凉爽的 因为有湖水是吧 对 挺凉爽的 家里面现在能达到多少度啊 家里面应该达到30多度湖里 外面还是挺凉爽的是吧 挺凉爽的 好的 谢谢您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湖水 我们这个 大家也都是玩得非常开心哈 那么记者也在这里提醒一下 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哈 出门游玩 我们这个文明啊 这个卫生啊 一定要讲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南湖公园的这个沙滩上 仍然有很多的垃圾 有很多的这种 不明物品 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 尤其是带着小朋友来玩 那这些东西呢 很容易扎到脚 同时我们随着 记着这个手指的方向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南湖公园的这些水边上啊 还有一个警示牌 那么大家呢 如果说想要到这个湖水里面 去游玩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同时带小朋友来游玩的话 一定要随时看护好我们的小朋友哈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 指示牌上面也都提示了 水深浅不一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让娱乐变成了悲剧 那以上呢 就是记者小爽 摄像渔阳 在我们长春市的南湖公园 沙滩浴场 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道了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小爽 从前方给我们发回 特别贴心的报道 在水边玩 确实是夏天大火的一个选择 但是小爽特别贴心 因为昨天晚上 一方也是到南湖公园 溜达了一圈 确实看到这个沙滩上 有一些垃圾 在这儿建议大家 我们去沙滩玩 很正常 这也是一个 大家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随手 就把这个垃圾带走 这也能养成 我们良好的一个习惯 也是这一种美德 那这桑拿天以及烧烤模式开始了 为了凉快呢 大家也是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清凉的小妙招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问了 天这么热 我们人都有点受不了 小动物们怎么办呢 这事大家也别急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好了 那动物们到底是咋纳凉解暑的呢 咱们看看 现在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园区内 这动物们的夏天的生活 可是好生的惬意 那么不仅有吸过冰块 而且还可以洗个凉水澡 少得了吃冰 今天长春市室外温度最高气温 已经达到了31摄氏度 数热来洗这些福利 可是让动物们心满意足了 大象一脚将整个西瓜踩碎 再送入嘴中 巨大的咬合力 让西瓜瞬间裂成小块 而星星们也是一边玩 一边喝起了园区特制的绿豆汤 两瓶瞬间下肚 隔着玻璃都感受到了好喝 针对动物的各种习性 为动物准备了各种防暑降纹的措施 防晒 遮阴网等等 这些都是为动物们进行 夏季防暑的非常有效的一些方法和措施 这样的话既能增加它们取食的乐趣 又能给它们防暑降纹 看着小冬我们吃的这些东西 什么西瓜以及绿豆汤 确实我们也感觉到很清凉 好了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今天上午记者在长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停水作业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因为地铁施工的需要将对长城市水务集团的 三条原水管以及十条集水管线进行停水排线 那具体哪些地点会停水 什么时候停水 一起了解一下 此次停水按照计划 从7月20号至9月30号期间 分四个阶段进行排线作业 每次作业的停水时间在24小时至36小时不逃 其中第一个阶段是7月20号至7月22号 预计停水时间24小时 影响区域包括南关区的自由大路以南及东陵北街两侧 静越区的卫星路以南静越大街两侧 朝阳区的解放大路以南 高新区卫明街以东 人民大街以西 卫星路以南 南三环路以北及幸福街两侧 第二阶段 7月27日至7月29日 预计停水时间24小时 影响区域二道区与金开区的洋土大街 合肥路 保定路 武汉路 京北南路 以及汇展大街以东 阳府大街以西 自由大路以南 韦星路以北 南关区的自由大路以北 朝阳区的北岸路以南 湖西路 延安大路 工农大路以北 第三阶段从8月10号至8月12号 预计停水时间36小时 影响区域市二道区吉林大路以北 宽城区亚太大街两侧 北环路以北 绿远区 浩越大路以北 静越区的生态大街 生态东街两侧及静越水电所 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 借开区的和谐大街 凯达北街 长沈路 西湖大路 兴顺路 通达路两侧 第四阶段 9月22日至9月23日 预计停水时间24小时 影响区域 高新开发区的飞跃路以东 电台街以西 开运街以南 硅谷大街以北地区 朝阳区的长沈铁路以东 西民主大街以西 普清路以南 解放大路以北 汽车产业开发区的 奔驰路以东 村城大街以西 自立街 自立西街以南 东风大街以北 路远区和平大街以东 西安大路以南地区 具体的停水时间以及停水范围 水务集团将会提前三天另行通知 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伙提前做好停水 以及除水的准备工作 同时在发布会的现场 记者还了解到 长春市轨道交通 在一件项目总共是有9个 目前各项工作是进展顺利 力争今年年底 二号线西岩线工程建成通车 2022年年底四号线 南岩线工程建成通车 其余七个项目将逐年陆续建成通车 好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最近有长春市民发布视频 说长春市的G235路公交车 存在站道逆行的情况 那具体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核实 画面中的一幕说的是7月15号 长春市农安南街与青年路交汇 G235路公交车站道逆行 与对面一辆正常行驶的面包车 发生顶牛的事 此时公交车上还载有几名乘客 司机的这种行为 也引发了网友对于行车安全的担心 根据视频内容 7月19号上午 在事发路段记者发现 由于农安南街两侧都是单排车道 如果在高峰期或拥堵时段 想要错车的话 可是挺考验车技的 长春公交集团 北达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 对于当天G235路公交车 发生逆行的事发经过 做出了解释 北达汽车公司表示 虽然借道行驶是事出有因 但是由于驾驶员处置不当 已经对乘客安全造成影响 公司也对G235路公交车的这名驾驶员 做出了相应处理 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在行车过程中 如果出现不明路况的时候 请及时的来减速 来等待恢复 不要随意的街道逆行 避免违章违反 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 再来换个话题 最近长春市民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 说长春市生泰东街附近 有一处人行步道 出现了多处的破损 出行很不方便 而且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来看我们记者的实地踏差 那现在呢 接着也来到了市民所反映的 步道出现破损情况的地点 位于长春市的天赋北路 与盛夏东西交汇 那通过镜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记者所在的这一个位置 大概有近百米的一个长度 步道上的方砖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破损 那步道的凹凸不平 也导致了 闲有行人在这边行走 那与此同时呢 记者刚刚也看到了 车辆在行经此处的时候呢 也导致了 地下方砖的碎石出现了一个崩溅 那差点呢 也是飞溅到了旁边停放的机动车上面 这样的一个出雲环境呢 附近的市民呢 也表示非常担心 我们走到这两个 特别会愿意摔脚 那个这是 就是说不一二不平 石头啊快点 我这担心就是早晚啊 走到这个坑 尤其下雨天 憋一下水 走到都不方便 所有大的 就容易摔根都差了 这实在是不好 这有半年了吧 尤其那个过道那地方 怕孩子摔走 不敢搁这走啊 害怕孩子得摔走 完了之后就得要的走 这破损的路面已经近半年之久 那为啥没有人能对此进行维修呢 根据此情况 记者也联系到了长征市静岳区 德政街道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它是商务部的门间公共停车厂 但是由当初地产部门 就建设房 海洋工房建设房 都银化的 今天春天我就找过物业 但是物业就以这个理由 这是红件以外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不修 就是最终这个道 还是会在咱们的协调下 给老板姓修复上市吧 对肯定得修 那么不修不行 就是由谁修的问题 物业不修呢 就是尤其到 由属地政街修 还有去建委修 将人性步道破损情况 进行反馈后 工作人员并未给出 记者具体解决问题的时间 那这条天堵的步道 究竟何时才能修复 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零日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往下看新闻 现在又到了毕业季 各地的庆祝学子们的 谢时宴 升学宴 也是开始了 但是有人却是借着 这个谢时宴 升学宴 敛财敛物 近日农安县纪委 就对一起党员干部 违规操办升学宴 进行了通报 通报中提到 7月12日中午 农安县情岗乡 于家村小学校长江某某 在前岗乡龙凤酒店 为其女举办升学宴 共收受42名教职工礼金 9900元 江某某违规操办升学宴 并收受礼金 其行为已构成为绩 对此情况 借着向农安县教育局 进行了核实了解 我们想来确定一下 是有这个事情发生是吗 这个有 这个具体情况 在那个通报里面 你都可以看见 它就是按这个进行处理的 是吧 7月15日农安县纪委监委 决定给予江某某政务机果处分 并建议农安县教育局党组 对预备党员江某某延长预备期一年 违规收受的礼金 以现场全额分还 近期 家住松原市油田新世纪小区居民 项目组来反映说 这小区自来水 隔三差五就会泛黄 还有一股铁锈味 不但是无法饮用 就是用水洗完的衣服 都呈现出了黄色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到居民家来一探究竟 7月15日中午 接着来到宋原市油田新世纪小区 许多居民抱怨道 从自家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 不是纯净的 而是黄色的 还带有一股铁锈味 虽然水质泛黄 不是每天都有 但用隔三差五来形容 也不为过 有时是早上泛黄 有时是凌晨泛黄 如果停水后 再次来水的水质 则呈现出浑浊状态 那比如我看着黄色 然后你们放水呢 得放多长时间 我不放一般不能放 放一放一小吧 隔缸里头净水 放一缸水 只吃点点 那么宋原市油田新世纪小区 自来水泛黄 有水秀味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记者也来到了 宋原市自来水公司寻求答案 是油田的区域 它属于油田供水 油田供水 我们是2019年8月6号接收的 在接收油田之前 油田供水设施 由于历史原因 管线老化 而且它的原水 铁蒙含量有点超高 我们接受油田供水业步之后 就发油田供水水址不好 我们联系基林油田 筹谋了2.6亿的 基林油田供水设施改造工程 这个工程吧 正在进行 随后宋原市自来水公司 检测科负责人 针对小区多处自来水点 进行随机水质检测 水质并未检查出异常 负责人介绍 由于该小区水质泛黄 是早晚及停水后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 他们已经将该小区 自来水管更换纳入计划 如果居民发现水质污染严重 可以随时联系 宋原市自来水公司 造型反应的可能就是个别时间段 个别时间段 对对对对 然后尤其这个一停水 一来水 水里边的这管网内部 水流压力更大 瞬间把这个管道里边 一些就是残留的 这些散架铁 或者是其他杂质 瞬间带起来冲进来 现在这个水质 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个别时期 在改造过程中 大家要耐心一点 接着往下看 最近不少网友称 收到了一封通知 社保补贴领取的电子邮件 那说到这儿呢 大家一定要打喜精神注意了 这个邮件呢 千万不能乱点啊 小心有诈 电子邮件称 您符合社保补贴要求 限给予680元到4895元 不等的现金补贴 请24小时内扫码自助办理 与其视为放弃 扫描此二维码 则会立刻跳转至一个名为 2021全国人设补贴申领认证中心的页面 末尾显示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点击立即认证按钮 就会跳转到另一个需要填写银行卡号 和预留手机号的页面 填完之后 则会跳转到一个需要填写姓名 证件号和可用额度的页面 那么这封电子邮件中的社保补贴是真的吗 对此记者也咨询了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这边是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没有这个政策 从扫码后的操作过程可以看出不少端倪 如2021全国人设补贴申领认证中心 页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的备案号并不一致 进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查询也不存在相关信息 很显然 这个网站本身就是个冒牌货 而之后需要填写的姓名 证件号 银行卡号等信息 无非是在套取用户全套的个人信息 这些信息一旦集起 你银行卡里的钱可就危险了 虽说国家根本没有统一的全国人设补贴 但在长春 目前还是有其他社保补贴政策的 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千万别与冒牌互弄混 咱们个人消费现在有4050社保补贴 针对男性满50周岁 女性满40周岁 大龄就业困难人员 个人交保险的那种 需要到居住地社区去申报 然后就业局审提 单位交费没有补贴 那近日长春市医疗保证局发布通知 决定开展长春市市能人员医疗 照护保险居家照护服务 来看看这一项政策都有哪些 便民立民的举措 长春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公告中提到 居家照护服务重点解决 势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问题 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和待遇标准 将密向长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参加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 势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 经评定符合重度势能标准的居家人员 居家照护服务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等内容 采用项目加时长方式进行上门服务 参保人享受居家照护服务所发生的生活照料 医疗护理等费用不用涉起付信 由市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基金按比例进行补偿 其中城镇职工医保补偿比例为80% 城乡居民医保补偿比例为70% 居家照护服务定额标准为生活照料每小时45元 医疗护理每小时50元 此外 长春市医保局做好居家照护服务的咨询 投诉及回访调查等工作 对服务质量差 满意度低 违反政策规定的照护人员 将按规定严肃处理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联合近日头条客户端推出的头条热榜 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都有什么事 这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拍摄到了画面就显示 车辆正常行驶在这个马路上 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就从小路上窜了出来 险些就发生了追尾 那司机停车之后 这黑车又强行的向左转 结果就撞到了另一辆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 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这个网友说这种司机以后就告别开车 确实是给自己和给他人都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和麻烦 也很危险 这网友说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可以举报吗 只要有证据当然可以举报 这网友说结局很舒适 危险驾驶的代价 也不能算舒适 但是这代价咱必须得让它付出一下 可以看到这黑色小车在马路上是横冲直撞 这次是寡曾造了小车 如果下次撞上大货车 这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知道 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提醒广大家驾驶员朋友们 咱一定要遵障驾驶 文明出行 再来看今天第二条 在四平有这样的一个男子 每天抱着八熏老母亲 外出透气晒太阳 像抱着婴儿一样 一坚持就是八年 据了解母亲患有脑血栓 儿子天天抱着母亲外出透气 365天风雨无阻 儿子总是乐呵呵的 而且十分耐心 看看四平市铁东区 最伟大最孝心的儿子 看看对待着老母亲 一年365天 风雨不悟 就是这样抱着一个元宝 一个伟大的妈妈 大家看看 多么孝心的儿子 我每天都看着他的行为 每天看着他 这么热的天 汗流浃背 来看网友们的留言 这网友说 你养我小 我养您老 真的让人感觉很暖心 这个儿子养了之后 确实也防老了 这个网友说 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说的很对 这网友说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为大哥点个赞 这赞咱必须得点 敬老 爱老 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大哥的所作所为 也正是说了 刚刚养儿防老最好的诠释 您陪我长大 我陪您变老 当父母老去 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哥一样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新头宝呢 陪伴他们度过幸福的晚年时光 大哥好样的 我们都要向您来学习 再来接着往下看 来看一下咱们国内 其他方面的新闻 都说这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7月18号 湖北校感陈女士一家三口 吃完早餐 就去三桥附近游玩 看到河里有人挣扎求救 陈女士老公健壮 是毫不犹豫 就跳河救人 经过努力之后 成功将落水女子给救了上岸 岸边的四岁女儿喊话 我爸爸是个好人 四个注意安全 我爸爸是个好人 快点们多来 几个人是 把狗子过来 把狗子来绳子 我们楼过来 我们听到前面 有两个男人在那里喊 然后走近一看 说里面有个人在那里挣扎 那两个人的话 他不会游泳 然后我老公就直接下去了 当时就我和孩子在地上面 我老公就一个人在下面 后来人就起来了 没事 一个妇女 大家看网友们都是咋说的 这网友说 这一堂教育课上得太好了 相信这孩子能够受益一辈子 这网友说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 不能再好了 这个网友说 乐于助人 见义勇为的好榜样 是的 你的爸爸是一个好人 我们也相信 这爸爸一定是女儿心目中的英雄 能够在危机时刻 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 女儿也一定会 因为有这样一个勇敢的爸爸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咱为爸爸点个赞 再来介绍往下看 这需要点赞的 还有下面这一位顾客 在7月17号 在湖南的凤凰 一段包子店老板睡着了 小伙子自助拿包子 吃完付款的视频走红了 当事人罗先生称 当时自己去吃小笼包 看到店铺老板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得也比较熟 不忍心叫醒 于是就自己拿了包子吃 吃完之后 把钱就转给了老板 咱们看看 看到老板睡着了 我就自己自助的 就买那个本包 看到他睡得比较香 就没人心叫他 但我自己就吃完 我付了钱就走了 看看网友们留言是咋说的 这网友说 这老板躺着就把钱挣了 不光身体舒服 心里也会很舒服的 这网友说 诚信顾客点赞 相信这老板 平时对待顾客也是很好的 这网友说躺赢 还真是 这一幕可以说是暖心又有爱 当人与人之间都充满了关爱与诚信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和美好的 但是下面要说的这个事 可就不太美好了 在7月17号 在黑龙江的大庆 张先生结婚当天 家中遭到盗窃 部分日用品被盗 据张先生介绍 一名男子是冒充新人家属 偷完女方家 又去偷了男方家 当天同小区也有结婚的人家 也被盗了 嫌疑男子目测30多岁 开着一辆凯蒂拉克的SUV 大庆市公安局 龙凤分局工作人员就回应了 却有此事 这男子呢 一见鬼案 我接近我是7点多上我媳妇家 他在我媳妇家 先偷了点那个动物件 日用品啥的 完了 他跟我媳妇那边的朋友 完了之后 偷了朋友的话 完了是问那个 我们的新房在哪 他又提前来到我们家 这边这个新房 完了之后 先偷了我家前楼 那个那个一个邻居家的 他家也是昨天办法的这里 完了 偷完他家那个日用品 之后又来到我家 完了那个 偷了我家这些日用品啥的 我可是我家这边丢了 我丢了一个吹风机 以后帮助到 完了我媳妇的一些 那个化妆品 网友们也都是纷纷发来留言 这个网友说呢 开着凯迪拉克偷东西 难以想象 确实应该不差钱 偷点日用品 干什么用呢 这网友说呢 提醒新人们多加注意吧 确实是 在这样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混乱 而且精神比较紧张的 咱们要注意一下 周围都有什么人 这网友说呢 婚礼上发现陌生人 一定要提高警惕 这结婚呢 是每个人的人生大事 这婚礼当天呢 亲朋好友前来祝贺 难免人多就会造成疏忽 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在这里要提醒 准新人们 这婚礼当天呢 一定要注意防范陌生的面孔 可以安排熟悉的亲朋好友呢 多加看护 确保财产的安全 来保证婚礼的顺利进行 这才是最好的事 那下面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由这吉林省文联 吉林省广播一协 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万龙杯 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已经是正式开启了 那如果您热爱主持事业 梦想成为一名和我们一样的主持人 就赶紧报名加入我们 那下面就来和大家梳理一下 这几种报名方式 首先呢 您可以通过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 各电视频道及广播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报名 其次呢 也可以登录这吉士通 墨儿FM app等等的官方渠道来报名 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也是可以报名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期待在镜头前看见你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因为热爱坚守在这里 也是期待你们因为热爱能够加入我们 拿吉他未来就握在手中 在这里声音传递力量 追光下已经绚烂绽放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 热情全场热烈 专制是七三八 今天这里是小城堂谈 初心欢迎收看今天的吉林 我们因热爱而在 万龙碑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大幕开启 未来由你生生不息 本栏目由中海同兴湖境冠名播出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继续来看新闻 第三只眼看中国展播 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联合省人社厅 共同推出的专项采访活动 我们每天将邀请一位外籍人士 讲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来展现建党百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在长春生活了六年的 意大利医生拉瓦诺 I'm Francesco Lavarra I'm an Italian doctor an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ist I received two awards one for a foreigner expert of Jilin province and the other from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allowance for the support of this region I came to Changchun at the end of March 2015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and to teach Chinese young doctor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also with a very important Chinese doctor the Shao Lianchen professor or Nanjing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one technique that he invented some years ago the decay crash now is used in all the world Chanchun and in Jilin province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six years ago and now the buildings are growing everywhere and also the streets are bigger and bigger and of course there were many other episodes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new year I couldn't imagine before how was the Chinese new year so important for Chinese people actually COVID-19 was a very bad disease for all over the world but China made the best control in the world and now also the vaccine activity of China is growing also last week I could get my second Chinese vaccination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in big danger now but here in China we are very safe and we have a normal life if 1 billion 400 million people like are the Chinese people already as we heard about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anuary we removed poverty from China completely so this is my best wish for China is that can be the first also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 for improving life of quality of life of all the world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们节目之前 报道过不少造血干细胞 成功捐献的感人事迹 今天要说的这位捐献者 更让人敬佩 因为他从借到省红十字会通知 进行捐献的电话 到今天正式进行采集 只用了72小时 创造了中华骨髓库 吉林风库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次 造血干细胞采集 关宏杰来自吉林省松原市 是当地一家烧烤店工作的烧烤师傅 2016年 他在黑龙江省工作期间 进行了无偿献血 并加入中华骨髓库 原本他只是抱着随缘的态度 等待能有机会 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他人生命 没想到愿望实现得如此快 救人嘛 也没有必要知道是谁 当时他们就跟我说了 年龄 年龄好像是比我大五岁应该是 他是83年的 我是88年的 奉献出去的话 也不需要什么回报 只要他能用我这个血 能救他一命就可以了 对于关宏杰来说 这次捐献是普通而幸运的 但是对于中华骨髓库 吉林风库来说 这次捐献是个考验 对于远在北京的患者来说 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生命接力 周五的时候 接到国家总库的通知的 本来这个患者呢 在匹配过程中呢 是有一位最限者 但因为种种原因呢 在最限上 那么根据他的身体状况 就找到了咱们这种基林的最限者 正常的话 咱们全能程下来的话 大概得是20多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采集 那咱们今天这个志愿者呢 接到通知到他成功采集 也就是72个小时 可以说是创造了我们吉林风库市上 一个最快的采集速度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同一次经历这个事情 目前中华骨髓库吉林风库 入库志愿者约有6万余名 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 生命接力棒 传到自己手中的那一天 继续来往下看新闻 司法未民的道路上 在公正司法的征途中 法官们将忠诚住进庄严的国徽 用更正架起了金色的天平 吉林广播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 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从7月1日起 联合推出全省法院队伍建设 先锋工程命名对象展播 为您呈现身边的最美法官干警 最佳办案能手 和党员先锋港示范窗口单位 今天我们为您展播的 最佳办案能手 是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周良宇 作为一名原额法官 长期在审判一线工作 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无论案件大小难易 我都认真对待 毫不含糊 周良宇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2009年大学毕业 踏入法院大门 在法院工作的这12年 周良宇曾办理过物业合同纠纷 财产损害纠纷等各类民事纠纷案件 他审案思路清晰 坚持调解工作贯穿案件史中 将案件事了作为自己的办案宗旨 2016年在他接手的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 当事人双方已经过三级法院八年审理 并且因为这个案件还隐身了19起其他类型的案件 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 他并没有退缩 我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 江大爷几乎是每一周都要来到法院 每次来到法院的时候 我就需要跟他去长谈 拼合一年多的时间 通过一例扶人 以情动人 将双方心中的冰墙一点点破除 把这九年的案件给化解了 同时把他所延伸的所有的系列案件 一并去解决 两边的当事人一起牵着手 然后共同送锦旗上我们法院 我觉得这个锦旗不重要 我就觉得这方面它的矛盾化解 我是感觉心里最满意 我认为这正是一个法官价值的所在 面对人员不足 法庭紧张等问题 周良玉还积极探索 采用非素素前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他手握正义锤 心有公平秤 是群众远中的好法官 他客进职守 办案方式独到 是同事远中的好榜长 周良玉法官特别就是工作忘我 那几年我们法院的案件逐年增多 然后他每年都加班加点就工作 我们单位有群嘛 就是每天就看一下 就是每个办案都有相应的情况 他周六周日的时候 经常都是在这块加班办理案件 而且他非常注重调解工作 因为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然后他这么年轻 然后工作这么有干劲 让我们这些就是法官 也觉得以他为目标 能够更好的工作 多年来 周良玉先后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 并且结案数及各项指标 均在院内名利前茅 作为基层法院一名80后法官 周良玉用办案一线的实际行动 践行法官的使命与职责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未来我希望在我的工作生涯中 为老百姓服好物 做好实事 让老百姓在每一起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新闻 企业有难题 税务有疑点 不知怎么办 没事 税务来帮忙 个税存疑您别急 一加恩 税办服务帮您办 那啥是一加恩 一起跟专业人员边听边学习 近期 省市区三级税务部门 走进长春市一家走出去的企业 针对企业税收遇到的疑惑问题 现场解答 针对企业高线技术企业的 低税率减免出口退税 这方面的问题 进行一个政策的梳理 鼓励我们大力地去增加 技术的投入 研发费用的投入 这样的话也可以在税务 进行一个抵扣 基本上给企业减免的都到15%左右 税务部门深入了解企业研发 生产及经营情况 让企业享受到更贴心的服务 除了针对走出去的企业 中小微企业或者纳税的个人也有福利 以前纳税人不打电话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战线 无法接通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建立了这个一加N 就实现了纳税人可以零等待 拿吉他 未来就握在手中 在这里声音传递力量 追光下已经绚烂绽放 欢迎收看自信新闻联播 热情 由吉林省文联 吉林省广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万龙碑 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已经开启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热爱主持事业 梦想成为一名主持人 我们将为您提供舞台 如果您表现优秀 就有机会加入吉林广播电视台 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的开通 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这几种报名方式 首先您可以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 各电视频道及广播频率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 其次也可以来登陆 吉市通木耳FM app等等的 官方渠道报名 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也是可以报名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次 实现梦想的机会 期待在镜头前能够看见你们的精彩表演 我们因为热爱坚守在这里 也期待您能够因为热爱而加入我们 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各位 稍后经典粘放剧场 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